大家好,我是洪水里的鱼 今天咱们说一说 香港的疫情 这段时间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那点事 搅得大家伙对于香港的疫情 关注度有所下降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闻 说是香港一日增加 一天增加的确诊人数 新冠确诊人数是34000人 说实话好多人都感觉到呼吸有点紧张 因为他一共才700多万人 他一天就3.4万人 据说昨天是28000 前天是14000 1万、2万、3万 就是1万多、2万多、3万多 我不知道明天他会爆出一个什么新的数字来 说是一天死了是几十个人 那么总数下来 香港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十万 七百五十万人口 他现在已经超过十万人得这个病了 这个时候 我们突然有人说起了群体防疫 那么群体防疫 他们说是超过百分之六十 或者是百分之七十 就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如果都得了这种病 他就会形成一种群体防疫 那么现在整个世界 整个地球上 有没有实现群体防疫的国家呢 就目前看没有 比如说疫情比较严重的美国 据说一天啊 最多的是100多万 一天去世的人有4000多人 那么美国有没有集体防疫这个事呢 群体防疫这个现象出现了呢 到现在来说还是没有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有一个女的非常生气 也可以说非常激动 我说不定她是高兴还是难过 就是说这个女的时候 我得了三次了 普通的新冠肺炎一次 德尔塔一次 奥米克戎一次 也就是说 她每次每出新的东西 她都得 其实这个事情主要是说一个 让人非常失望的事情 就是说 新冠肺炎不会免疫 就是你一旦得上终身免疫 她每次和每次都不一样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比如说 最开始的那个普通的 新冠肺炎 会不会你得了之后 会不会再重得 我不清楚 德尔塔病毒 你得了之后 以后会不会得 我不清楚 奥米克戎 你得了以后 会不会还得 我不清楚 但是我总相信 你不管是什么 她前面带什么前缀 新冠肺炎也好 什么什么肺炎也好 她最终是一个肺炎 肺炎这个东西 我没有听说过 谁得了之后 还就不会再得了 重复得肺炎的人 多了去了 这个我们就清楚 大概率 她会重复得 即使是这个病毒 你得了之后 治愈了 以后你又碰到 同样的病毒 你还会得 这个我觉得 大概率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就是病毒嘛 普通肺炎 就是这样子 对吧 所以说 有人希望通过这种模式 来造成群体防疫 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我不管 他们是什么战略方式 什么免疫的方式 也是一种方式 是最无奈的一种方式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你没有一个 庞大的政府 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没有一个强势力的执行力 没有庞大的资金 如果你还要计算代价 因为咱们内地 就是大陆 咱们中国人 中国内地 已经习惯这种模式 就是不计代价 干什么事情 我投资就可以了 这些会有没有回报 不管它 我们只管办什么事情 那么我们的防疫 疫情防控 是不计代价的 但是其他地方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不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再翻过头 再说香港这个 十万人 进入一月份 到现在二月份 一个多月 十万人得 新冠肺炎 有多少死的 我没有 我不愿意去统计 关键是今天 一天就 三万四 就是昨天到今天 一天就三万四 这个数字很恐怖 然后 有人就说 你能不能 群体防疫 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 基本没有群体防疫 这一说 然后又说 为什么他们没有 集中力量 搞这个群体防疫 什么群体防疫 没有搞这个疫情防控 这个东西 我们得一分为二的说 首先 你看这次 香港政府 特区政府 并不是说 不愿意管这个事情 而是你要记住 香港特区 和咱们大陆内 内地是不一样的 政体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东西 政体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个小政府 它的政府的执行力 它的政府的强制力 是非常小的 它的管理能力 其实是非常小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一个 民众对政府的 这个信任度 非常低 我们不能要求 香港的民众 对政府百分之百的 信任 现在我们还不能提 这个 就是执行力 就是你对它就不信任 为什么 香港在没有被 隔让出去之前 没有被殖民之前 是大清政府 你能指望 清朝的政府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吗 你能指望 清朝的那些官员 全心全意 为老百姓 做事吗 你能指望 大清的那些基层官员 能不计代价 为老百姓 做事吗 不会的 一 它不会那么做 二 百姓也不相信 它会那么做 之后是香港的 殖民政府 他们就没准备长远 不同文 不同种 还不同文化 不同一个文明 双方就有隔阂 语言都不通 你能相信 当地的老百姓 信任这些 羊面孔 做的事情吗 也不会 他们 就没有见过 内地的政府 这几十年 内地的政府 真的是 可能做错过事情 你知道吧 事情这个东西 只要做 它就会有 有瑕疵 有错 也有对 但是 它总是 为了 老百姓好 它的政府的 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给老百姓 办事 我们好多人骂他 是骂他什么 骂他是 你这个官员 没有为老百姓 做事 我们为什么要骂他 因为我们从心底里 感觉到 共产党的干部 共产党的官员 共产党的政府 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 你不给老百姓办事 你就是一个什么 贪官污吏 说明从大方面来讲 我们就是认同这个政府 就是这么办的 尤其有大灾大难 大义的时候 我们首先依靠的是谁 我们首先要找的是谁 政府啊 政府的官员呐 对吧 各级官员 在这个时候就能站出来 挺身而出 迎难而上 政府 百姓也听他的 当然说 有个别的不听话的 难免在什么时候 都会出现个别现象 是吧 但是在香港 你能要求他们 对一个没有建国 打出咱们内地政府 这些官员的 做事风格的人 你能让他相信 香港的政府 能这么给他做吗 你能让他全心全意的 一门心思配合吗 不会 同时呢 香港的官员 会不会像咱们大陆 内地的这些官员 共产党的干部 这种 就是为了 老百姓做事 哪次大事来 没有被累死的 哪次大灾大难大际的时候 没有干部 党员干部被累死 哪次都有 你仔细去排查一下 哪次都有 在疫情面前 在灾难面前 就在防疫 疫情防控过程当中 由于劳累过渡 活活累死的 每次都有 他们相信 他们就不相信 他们认为 世上就不应该有这种政府 他们就认为什么事情 能靠自己 西方社会就是这样子 大难来的时候 靠自己 靠自己的什么 能力 靠自己的钱 靠自己的本事 而不是咱们内陆的 就是内地的这些 靠政府 靠党 我说这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应该仔细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香港为什么 从开始的时候 它搞不成咱们内地的这种 这种大规模的 迅速的 果断的 这种疫情防控 它做不到 它没有那个能力 它政府小 然后呢 百姓又不依靠它 有事没人找它去 没有人说 哎呀我有事到政府去 我到政府去告状去 我到政府上 让各级官员给我管理 没有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自己想办法 各滚各土豆 一地的土豆 各各各 你要求他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你平 你为什么呀 打疫苗免费 免费是不是试验品呢 明白 他就不相信免费的打疫苗 这个疫苗不是试验用的 他们不相信 他们永远都不会相信 而我们内地的这些老百姓 打疫苗 打疫苗 为什么要收钱呢 收钱我不打 为什么 你既然是疫情防控 一个大动作 就应该免费 这是咱们老百姓的想法 非常朴素的想法 但是香港的意思 你为什么要免费 明白 这个脑子不一样 民情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 香港政府在第一时间 搞这个东西 只能等到什么时候 只能说劝洪 你要打疫苗 你要疫情 要防控 要戴口罩 是吧 打疫苗 什么一米的社交距离 等到事情糜烂的时候 你看 现在我们是不是在香港 已经找不到那种不同的声音了 之前香港政府 要搞这个疫情防控 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就站出来说 这么着不合适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这个怎么怎么 结果烂了 乱了 弄不成了 当年 就是前段时间 一天几千人的时候 咱们内地的 老百姓的金虎 好家伙 你一天那么多人 现在一天 三万四千人 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 想 就是刚开始一天几千人的时候 内地的新闻标题是海啸一般的疫情 现在三万四千人了 我们的标题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只好就写一个日新增三万四千人 一日新增确诊三万四千人 明天是多少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香港的老百姓 在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 他还能不能很淡定的说 哦 群体防疫嘛 谋四谋四 没有事情 还能不能这么淡定的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他还能不能说 我坚决不去打疫苗 我坚决不隔离 我坚决不得这个病 这句话请原谅我的表情 因为我真的感觉到这种事情 太匪夷所思了 虽然说我从理智上讲 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配合 就是他们真的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政府 他们没有经历过成功的案例 他不是对大陆政府的这种疫情防护的模式不信任 而是对政府不信任 对官员不信任 对这个体制不信任 对疫苗打疫苗 还是免费他不信任 在这种生死攸关的面前 生死攸关之这种关头 你让他对一个不信任的人配合 他认为是送死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理解香港政府的难处 我们同时也要理解香港百姓为什么坚决不服从 或者说开始的时候怎么都不服从 各种说法层出不穷 不要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要他们要向西方怎么怎么 他们有什么对中国对大陆政府怎么怎么 没有 我认为你仔细 刚才我说的话 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们就没有在一个全心全意 为他们办事的政府的管理下生活过 你给他说他就不相信 即使是历史的文化 他也不会相信 中国的传作文化里边也没有像 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共产党的干部干了好多事情 他们就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 是也办过错事 但人家办那个事情的时候 肯定是当时的情况下 考虑的是为百姓好 历史的局限性到哪 历史的局限就认为这么办是对着的 他们肯定是为了百姓好 那么现在 三万四千零 确诊十万超过十万 怎么办 不知道 因为什么我不是专家 我说了半天 我不是专家 我只能说清楚 或者要猜测 为什么香港的疫情防风能到了这个份上 那么 今后会出现什么现象 先说 香港的民政事务局局长被灭职了 为什么 因为刚开始有疫情的时候 就有要求不让聚集 不让吃酒席 不让多少人在一起吃饭 这位先生 这位局长 组了个局 十几个人 一二十个人去吃饭 好事 为什么我也忘了 结果还造成了有人被传染 这是1月4号的事 经过一个月的这么折腾 现在 这个香港 这个叫民政事务局局长被免职了 这种事情好像是不多见的 你不要说在香港不多见 在西方社会也是不多见的 那么这就能慢慢的体现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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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就是 特区政府对于疫情防控不利的干部 人家也要干部或者要官员的处置是果断的 虽然说时间有点长 毕竟之前是没有过的 明白我的意思吧 之前是没有过的 那么 既然有了第一次 那么如果还有人犯的话 肯定还会把他撤了 并且不会再拖一个月 这种事情是 这种事情应该我的意思就是说 会慢慢慢慢的内地化 特区的政府 你不管他是什么政体 存在 他是中国政府 下属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政府 政府我们的大环境就是 政府是为百姓拜市的 你要把百姓管理好 你就要以身作则 而不是西方社会的政府是干什么的 收税 西方政府就是收税 还有什么 选举 我认为西方的那些政府 他就办两件事情 收费 选举 还有个什么 维持治安 打仗 就是这种一件事 对内维持治安 对外用兵 收税 你指望能让他 专门给百姓办什么事情 他不会的 他只要求你 他只会让你自生自灭 把钱 把税 交给我就行了 所以 在疫情防控方面 在西方社会非常推崇 群体防疫 群体免疫 为什么 政府就是不管你 只冲着你收钱 至于你去干什么 法律也能放着的 不维持治安 有警察 我觉得这是一个管理模式的问题 这是一个管理模式的问题 就是对百姓 就是不闻不闻 你爱咋地咋地 他只不过取了个比较好听的名字 叫群体防疫 而已 群体免疫 而已 名字很好听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理论也很好 逻辑 似乎也很有 很有这个逻辑性 但是 早就有人说过 疫情防控 这个方式的不同 其实 正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就认为很简单 它就是个政体问题 就是政府的管理方式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全心全意 为老百姓做事 为老百姓办事 和认老百姓自生自灭的不同 反映在疫情上 这次疫情防控上 一个是严格的疫情防控 严格的执行 各式各样的这种疫情防控 一个是群体免疫 自生自灭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再见 好